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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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佛教界来参与 这个对两岸佛教的交流 也是一个很好一件事情 出家人履行受沙弥界 比丘界 菩萨界的佛教仪式 就是三坛大戒 三坛大戒是中国大乘佛教 特有的宗教仪式 凡皈依佛门者都应受持戒律 以便更好修行 而出家人只有在受持戒律后 才能成为正式的僧侣 佛教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 诸恶莫奏 双战欢景 世尽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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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尽 那么这个里 一个方面是 诸恶莫奏 它从这种消息的方面 就让你做 不要做饿 不做坏事 不能说 那些粗话 欧言欧语 都不可以做 那么这个壮战欢景 就成了积极的方面 一定要去做 要多做 那么不做也欢迎 那么更关键的话 要施尽其异 就让我们整个的意念 我们人的心 要进化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无名 那么有烦恼有无名 我们耐心里面就有毒 心里就不讲卡 都是要来对视烦恼 那么戏律 它有一个标准 来看看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特点 会有些什么现象 这些有什么危害 对世尽的身心 对别人有些什么危害 有些什么妨碍 有些什么不好的影响 那这怎么来改进 怎么来防患 我就只有靠戒律 戒律为何是佛法根本命脉 受戒对于出家人意义何在 古老的佛教仪轨 虔诚的犯败经诵 法谷冥想 终生正害 两岸高僧共同主法 千年法门寺 传授三坛大戒 传戒 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陕西福峰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一直以来 法门寺都已供奉佛祖真身植骨舍利而闻名世界 曾经藏有佛职舍利的真身宝塔 是法门寺最醒目的建筑 它是1987年重建的 仍然保持着明代大气浊朴的建筑风格 传戒法会期间的法门寺香火鼎盛 我们有幸见证了数百位居士 带着极具陕西地方特色的锅盔和香油 来法门寺供养 法门寺虽然历史悠久 但举行三坛大戒法会还是首次 我们这次法门寺叫做二不生三坛大戒 二不生的话是比丘和比丘里 二不生 三坛是不是指的 沙弥 比丘 和胡萨 是吧 这三坛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寿戒的戒指 它同时要做三坛 同时要做三坛 就是它兼受沙弥戒 然后再做菩萨戒 最后再做比丘戒 然后再做菩萨戒 我们发寿戒团字的里头 我们就告诉它 我们正在都是要做传作三坛大戒 那么做沙弥戒 可以说它是出家的第一步 那么沙弥戒 它主要学习一些无疑习惯出家的一些生活 然后能够排养一个好的一个出家的习惯 那做了比丘戒以后才是真正的比丘 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出家人 那么是菩萨戒 就是大乘戒 做了菩萨戒 那就是菩萨 那么做了菩萨戒 它最后的目的要成活 做了比丘比丘女戒 它最后就成阿罗哈 成罗哈 所以我们出家之后就是要成罗哈 而且我们要成活 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分析 那么成罗哈它叫做解脱道 成活叫做菩提道 那菩提道的话 菩提就是学物 我们又走到一个学物的路 法门寺传介法会从10月1日开始 为期一个月 这一个月不仅仅是要完成传介的仪轨 介子们要完全按照佛教的戒律清规生活 在介师的指导下 习学戒律和相应的佛学毅力 传授三坛大戒需要有三师七正 三师指的是德戒和尚 杰摩阿舍利和教授阿舍利 德戒和尚是正受戒律的和尚 杰摩阿舍利是读杰摩文 主持授戒仪式的和尚 教授阿舍利是教授威仪做法 为众人引导开解的和尚 其正指的是证明授戒的立会比丘 学成大和尚是法门寺方丈 也是这次三坛大戒正受戒律的德戒和尚 那么在传世法界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传戒的戒师 还有就是受戒的戒子 那么什么样的出家人就具备了可以成为戒子的资格 什么样的出家人就具备了可以传戒的戒施的资格 那我们这个戒施就是要戒纳 这个死纳一架 那么专政就是无纳一架 那么戒施就是比如说我们人无功又专政 又有先当的文化程度 那么没有换过法律 那么佛教里面还有一条 如果当着他的赛事的政府的官员 不可以坐这 这佛教里面有一条 他必须要把他辞掉 就要辞官才能来坐这戒子 他又问一条 你是官员后 对 你是当官员后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来 对 就是公务员不可以来坐这 你要坐这 这个公务员也辞掉 才能出家 对 才能坐这 实际上佛教的戒律的话 他也是非常的认证 并且也要非常的严格 比如说你得了传染病 在佛教的规定一直不能坐这 他怕影响别人 对 所以他对整个的 比如说人得神经病 一直不能坐这 也是不可以 比如说你这个人 缺胳膊 缺腿 缺眼睛 缺耳朵 都是不能坐这 因为这个出家人 他是冷天的指标 对 你如果说我们无光不具足 整体有缺杀 他今后很难去缺化 并且很多在家的经书人看了以后 也会激将 所以在戒律里边 对这个出家人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要成为一个比修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求授三坛大戒 是出家人的终生大使 一个出家人对戒律 是否有正确的知见 清晰的认识 直接关系到他在受戒之后的戒品高低 持戒是否严谨 自古以来 戒律一直被视为佛法注释的根本命脉 佛陀临涅槃使 因戒主父比丘们以戒为师 方能令正法久住 自家莫尼佛在世的时候 头十二年都没有戒律 因为那些出家的人都是发心非常纯正 干活出家修行 建国成道 到第十二年以后 那么妈妈有些人的这种行为 不符合自家莫尼佛的教育 那么就开始制定戒律 谁换谁赒 那么释迦牟尼佛觉得哪些行为 不符合教育 那么他就制定一条戒 那么到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 一贯制定了250条戒 250条戒律 这个是比修 比修你一贯是348条戒 佛教从落到专国的时候 戒律也就比较少就开始从落到专国了 当时有四分律 五分律 十分律 贤齐律 那么这戒律也很多 一直在这个魏晋南白朝的时候 大家也莫终一识 在谈朝的时候 道学律师他专门研究戒律 那么推存战术部的四分律 五分律 这些都比修制的政律 都是属于教称 那么汉庄佛教以大称祝称 那么如何把教称的政律 换大称佛教的教育发坚坚坚坚坚坚好 他专门还写了《串律观庄》这堂途径 在唐轩庄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戒 然后给这种戒谍 那么这个佛教就一直流传下 在《串台庄》的时候 《白庄》的时候 那么开始《串台庄》传戒了 比丘、沙弥、菩萨戒 到明朝的庄业以后又开始辉职 那么清朝的末夜 又开始《串律律》出来的时候 又做了《串台庄》传戒生活 那么我们《串台庄》又开始一起传戒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是根据《串台庄》传戒 十月十九日下午两点 灯坛传授比丘戒仪式正式开始 三百多位戒子搭衣持聚匍匐在地 恭请三十七镇灯坛传戒 仪仗队高举灯笼、香炉、番床、散盖 从法堂一直引擎至戒坛 三十登上戒坛 粘香诵经 鸡尉尊正列作于戒坛仰色 将要见证戒子从樊夫僧 成为一名真正的比丘 在戒坛外 众戒子齐声诵大悲咒 至心忏悔 求授戒提 事实上 我们的镜头所能表现的内容 已到此为止 真正的授戒过程 我们并没有拍摄 因为授戒是佛门的神圣仪式 除了三十七镇与戒子外 其他人不得旁观 事后 我们有幸采访到一位戒子 请他讲了授戒的亲身感受 您现在已经登堂了 成为大比丘了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最大感受 当然感受 最直接的感受是 感觉身心很清静 然后有一种很安详的 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 当然去也很惭愧 因为自己的 从这个德行上呀 或者羞耻上 都感觉 很愧对这个三宝 那您登堂的那一刻 紧不紧张 没有特别的紧张 当时因为登堂的话 如果要得到戒提的话 之前的德界教育讲过 并不能够 比如说像紧张的情绪或者心情在 反而会影响德界 明光大和尚担任此次船界的三师之一 教授阿舍离 他是台湾海民禅寺方丈 明光大和尚早在2002年就来过法门寺 见证台湾佛教界公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 此次来法门寺船界 对他而言也是特殊的因缘 在言理当中在讲解当中那个时候多一些时间让戒指们了解它的意义 那在受戒当中可以比较简要 但是那个内容很好 那个内容的话可以在跟他们教导的时候可以让戒指们知道 关键的那个时段我刚才说是让三个人 然后七师那个十师三师七阵十师对着他 而且这个他那个印象会很深刻 那能够这个惊讶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有他的殊胜 除船界的三师外 证明受戒的七尊症也都由高僧大德来担任 台湾法谷山方丈国东大和尚是七尊症之一 他是法谷山圣言法师的清传弟子 此次他是受法门寺方丈学成大和尚的邀请 专程来担任传界法会的孙正阿舍利 我从台湾来之前就非常的密集 参加各种活动或是会议 然后来到法官室隔天开始就要整个灯坛了 还有中场的休息也没有充分休息的时候 这个身体好像有时候会昏沉 但是昏沉的时候我随时设心而不是随着身体的这个状况 而且影响到扮演尊症的角色 我们是随时随地在关心着整个戒场的庄严跟素顺 起心动恋都在祝福着戒指都能严满顺利 能登坛严满 在拍摄期间 我们多次听到大和尚 戒子和居士们 用书圣来形容此次法门寺三坛大戒法 书圣这个词用在佛教中 指的是超觉和稀有的意思 在佛教徒看来 受戒对于出家人是如此至关重要 戒子们在一个月的戒期内 按照传统佛教仪轨 履行通其请戒 查验一波 入罪忏悔 沉醉称亮等等程序 直到最后的登坛受戒 如此繁复而庄严 也只有用书圣这个词 才能表达佛教徒对受戒的重视与敬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单位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读过书 在学校里头是有校规的 是有学生守则的 这个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戒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一般的在世间的这些人 守这些纪律都是消极的 就是你必须要这么做 是规定的 是让你不许做什么 不许做什么 这叫做纪律 但是在佛教看起来 他好像更积极的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刚才大和尚说的戒定慧 那么是由戒神定 由定发慧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定和慧这样的积极的智慧的产生 它其实是由戒开始的 那么这三者之间 戒定慧三者之间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关系呢 佛教说人在现实当中轮回 都是因为我们人有烦恼 然后我们人造恶业 所以人就堕落到恶道 受苦 加地狱 变出尊 受鬼等等 如果我们人受上市 可能就升天 当富贵的人 或者说人非常有地狱 非常有文化的 然后再如果进行修道 那他可能成祖师 成菩萨 成罗汉 这种成佛 那么我们戒律 不仅仅要求说 你焦急的这些不受的就可以了 更主要的话 我们要去习习为杀 就是这种要死恶行杀 那么他这个就是戒律的两个方面 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行为的 生与义 我们会叫做善业 那么善业的话 就是三种行为 首先我们人的思想 我们人的语言 那么我们人的行动 我们思想就是义 语言就是义 那我们行动就是神 那么这种语言和行动 就做我们人的思前的失败和影响 那么我们一旦说的话 我们一旦说的是 对自己也对别人 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我们可能起了一个好的念头 或者起了一个会的念头 那别人也会有感觉了 甚至也会有察觉了 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 有会的念头 有烦恼 对我们自己的身心 也是有害 对 所以他佛教就从最后面开始 那么因为世间上面的这种 我们这些机构 我们这些团体 它果然只是眼前的 限制的我们这个一个组织 乃至说这几年 还有这一年 那么佛教就不一样了 佛教它是从无限的一个生命 轮回的过程当中来审视一个人行为的意义 因为这个话就是说我们所有事件的组织对这个人只负有限责任 而我们佛教对于我们的佛子是负无限责任的 因为我们生命是无限责任的 所以这个责任也是无限的 无限的 所以我们任何的行为它都是有结果的 对 因为有结果 所以我们行为就很注意 那么这什么行为会引发什么结果 比如说我们罪恶的行为 那么就会引发痛苦 极度痛苦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是善良的行为 我们是亲近的经验 那我们就会引发愧弱的结果 所以佛教它就从人的一种行为方面跟结果方面是挂钩的 那么也就是行为就是因 那么结果就是果 就是因果的一种必然的联系 那么佛教里边谈的说人在轮回它是有因果的 同样如此人要成佛成道也是有因果的 所以修行我们受罪它是有一个很好的魂境 所以它需要寺庙 过去也需要神圣 那么需要一个魂境对我们人生经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魂境如果清醒我们修行就比较好修 如果说我们内心不能明明秘定力 这个费力 然后我们这个戒律 俱足的话 那我们人六根就容易混乱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就容易做到外境的影响 就不定了 如果我说我们内心的善能力如果很充足 我们不仅仅就不会受外境的影响 我们把这个戒的能力还能够释放到外境去 让别人去感受到一种正面的能力和作用 这应该也是一种会 是吧 是一定会多有用 对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山东林宫今日试点 以后 离开